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利亚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星际战甲缩工大挑战系列 恐怕要太见了 经过几个大方的追求更新 让阿利亚以前录制的很多视频的内容都已经失效了 因此阿利亚决定出现开新号制作新的系列 在这本新的系列中 阿利亚将不再做任何的挑战和限制 只是尽可能的完整的向大家暂时阿利亚的一期过程 我一定要把星际战甲这个坑填上 开局我们不选择圣剑 而只选择福特作为处置战甲 版本更新后 回来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 拥有高E技能的福特 在清怪方面比圣剑更有优势 而且复杂带有加速技能 能够让你在跑图的时候一气绝成 刚刚苏醒的Tano极度虚弱 被Grenier的沃尔尚未不过并装上了围虫装置 给猫忍成激活了战甲的能量 让我们拥有了逃脱的能力 此时的我们就必要用1技能来击杀敌人 屏幕上方会提出释放技能的按键 击杀所有敌人后 跟着黄色任务点继续前进 这时屏幕上方会提醒你如何冲刺 来到黄色任务点选择我们的近战武器 这里阿利亚选择了波珠武招 随后近战攻击的按键提讯 会出现在屏幕上方 现在开始你可以寻近战攻击来击杀敌人了 阿利亚选择放弃近战攻击 继续前进 因为波珠武招实在是太难有了 选他完全是为了体验一下 大牢口中的地狱开局 接下来屏幕上方会教你如何使用二段跳 星体战甲中包装的物体是可以被吹毁的 吹毁善业露出通道 按照屏幕上方的提讯下蹲通过 从背后靠近没有发现你的敌人可以进行暗杀 途中一道形状特殊的资源签字的打破 吹切资源是以后制作武器和战甲等装备 不可或缺的材料 来到下个黄色任务点后 你可以获得次要武器 经过三四鼠笔之后 阿利亚选择了拉托 但事实上这两种武器并不太大差别 下面屏幕上方会教你如何使用设计和瞄准 提倡所有敌人后下一个黄色任务点出现 这一段路程比较长 阿利亚选择视频加速了 接下来屏幕上方会提讯你如何避免灯冲 跳上墙面后按住跳跃键即可 接下来会教你如果使用全身飞跃 也就是子弹跳 按住下蹲键的同时 轻按跳跃键即可 使用子弹跳时 记得要将准心取消想到超越的方向 继续前往下一个黄色任务点 这时沃尔上尉出现并击落了接应我们的飞船 我们只有打倒沃尔上尉才能继续前进 这里我们只要将沃尔上尉的护盾全部打掉 他就会撤退 这里请使用XL武器或者E技能远程攻击沃尔上尉 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瞬移远离你 沃尔上尉处理以后 进攻周围的小怪再等待一段时间 按照雷妈的指示使用控制材关闭锁定 最后我们就可以前往我们的旧飞船 这是我们唯一逃命的机会 前往下一个任务点的途中 你可以使用前面所学消灭路上的敌人 也可以忽略他们直接前往路点 在下一个任务点这里 我们可以获得主要武器 奥利亚选择了帕里斯长弓 选择他也只是为了体验一下大王孔中的地域开局 这里屏幕上方会教你如何使用飞升瞄准 环境中的暴战物可以让你更有效力的清怪 一边请进一边请怪 不久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旧飞船 如平台中的小怪来到黄奋肉点 解锁这个终端 关闭飞船的灭火系统 飞船的中枢奥利斯苏醒 他要我们在他准备起飞的这段时间内防守飞船 虽然说是防守飞船 但敌人并不能对飞船造成伤害 我们要做的其实只是等待一分钟而已 这段时间内会有敌人不断的来进攻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练习一下前面所学 敌人会掉落不少的能量球 我们可以使用一技能 一次击下多名敌人 一分灯火后飞船起飞准备完毕 我们还需要击下中威胜利的敌人才能完成防守 最终我们逃离了古林尼尔的魔爪 任务完成 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